主席 我們請顧主委 有請顧主委 主委 你好 在上次委員會在諮詢的時候 我有請要求主委 針對外商銀行 本土銀行 能夠配合政府的紓困政策 能夠讓這些中小企業 可以不還息 還息不還本的這個 就有的貸款展額 另外最近經濟部有提供 就有貸款的利息補貼 每間企業利息補貼最高的是22萬 是不是 這個是由經濟部來提出的 應該由經濟部主政 那等到這個相關的辦法出來之後 我們會來透過銀行公會 以及跟銀行來進行說明 會讓各銀行瞭解 那具體的方案要等到他們 各個 將經濟部交通部他們出來以後 我們才能定案 是 我是比較希望說 主委是不是能夠 如果經濟部這個方案出來 能不能透過你 然後跟這些外商銀行 跟民營銀行來溝通 看能不能解決目前這個疫情 然後這些中小器銀 各個行業受到的影響 公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等這個禮拜 這個相關的執法出來以後 我們在下禮拜 就會定個時間跟按照您的指示 就是說會跟各銀行來舉辦這個說明會 嗯嗯嗯嗯嗯嗯 我知道最近這個 這個 金管會呢 有針對各個銀行提出金 金融檢查的報告 那當然有很多缺失 第一 超收循環利息 對不對 還有 企業貸款要求授信回存 那中委員以後有說過了 還有電子支付機構對交易前 該以帳戶人申請資料 未能確實有儀式洗錢的空間 這是不是怎麼有 嗯 另外 就是 金控是揭入實質完整的法人大股東 這也是你們好的人嘛 嗯 是齁 金融機構 提供理財機器人業務有四大缺失 這也是都是齁 所以 我比較希望齁 這個 我們政府應該齁 要提供實質的手段 跟這個補助 給我們這個中小企業 以及人民 至於這個中小企業部分呢 原本這個公司 譬如說他貸款一千萬 每個月 他必須要繳三十萬的利息 本金 這是三十萬本金 那利息一個月是五萬塊 那企業主 所以一個月平均起來是要繳三十五萬 那麼因為現在疫情 其實各個行業都有影響 那營收當然也下福大將 所以 我在這邊建議 假如 能夠先還息不還本 然後我們利息再補貼一萬 這樣對企業主 就 一個月只要繳四萬 對他的經濟壓力也就 沒有那麼高 那也能配合政府 能夠來 那個省 省去了這個沉重的人事費用 我覺得像這些齁 我希望我們這個金管會 能夠 像這些銀行 譬如說我剛剛特別講的 外商以及民營的這些銀行 能夠讓他們給他有一點點壓力 是不是可以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現在各部會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部會 他們都會提出 這個相關的紓困的方案 其中也會有一個利息補貼的方案出來 那利息補貼以後會減輕這些借貸客戶的利息負擔 那進一步就是說 在這樣的利息補貼的情況之下 那銀行希望他們能夠秉承這樣的一個紓困方案 然後大家一起來幫忙中號企業 來度過這一段時間 這是大家一個共同的心願 那所以總體來看 如果說再搭配信用保證的機制 就是說他可能覺得擔保不足對不對 他由政府來做信用保證 那分散這個風險 那也許銀行就更願意來繼續核貸 展延這個舊貸或者是給予新的貸款 那一方面減輕重要企業的負擔 一方面又可以來讓他繼續 這個銀行的風險能夠分散 那如果這樣子我想 應該就是現在紓困方案的本質 那一旦這些紓困方案出來之後 就剛剛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在下禮拜會把銀行都找來 這個銀行當然就包括了 委員所一直提到的就是 像這些外商的銀行也好 或者這些民營的銀行也好 因為外商的銀行 最主要當然就是 有一些外商銀行在這裡有紙行 像匯豐、渣達、花旗、新展 這些那他們這些有紙行也會乘坐 這些相關的業務 我們都會一併找來 然後來召開這個說明會 那如果說個案上 如果個案上 現在就是說個案上面還有一些 他們有一些陳情或者是的話 我是希望盡量拉到那個 經濟部的一個債務協除的平台 由經濟部那邊來去了解這些 一些個別貸款的一個情況 然後再來做一個協除這樣子 我想這樣會比較適當 我最主要是想請教這個主委 就是我們提出的就是 繳席不繳本金這個方案 會不會切實落實 繳席版本就是展延 那個貸款的本金嘛 的繳納的一個期限 那這個就是由剛剛提到的 不管是經濟部交通部 他們都可以提出這些紓困的方案 那我們都會請銀行來配合這樣 是 那當然我之前就提出這個 繳席不繳本金的方案 那經濟部當然他禮拜一 就有提出來了嘛 他可能也是針對這個 像這個游期 游局的這個一年定期 處境機動利率是 應該各個部會的方案 應該會在明後天才會定案 可是我跟你講 這個經濟部 他這裡分配到就有代息利款了 他編了9億738萬 他還要補助這些中小企業 利息的補貼嗎 對對對 對啊 利息補貼啦 那才9億730幾萬 因為中小企業每一家貸款的 那個本金不會是太大 那都是比較小的金額 所以這樣子一個利息 在中小企業上看起來 或許可以是 不是他 可是他講說最高上限可以22萬耶 就是利息補貼的上限 對 每一家都要有上限 但有沒有去把它算過 比如說 我們台灣的中小企業 大概有140幾萬家耶 你如果這個只有9點多億 你可以補助幾家 沒有啦 因為不是140幾萬家都會來救錢 那沒錯啦 但是你要去 統計的結果 中小企業跟銀行有往來 我主要是要問你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9億都太少了 這錢喔 不是我邊預算的 是 我想這個應該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應該有去 有去做過調查 那每一家有一個22萬的上限的情況之下 這個9億多看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有夠 那如果真的不夠 我想 經濟部或者院裡面應該會再來 其實我有算過了 140幾萬間的中小企業 你如果用22萬的平均 才可以補助4千幾間的 7分之2耶 沒有 跟委員報告 就我們這邊統計來看 屬於中小企業定義的 跟銀行有往來的 大概是20幾萬家 20 那也不夠啊 23萬 對啦 但是 定期有140幾萬家 沒有啦 定期還沒有說140萬 經的中小企業都來救錢 當然 差不多跟銀行有往來的 但是你什麼我有算過嗎 都20幾萬 對 20幾萬你這也不夠 是不是能夠再要求 增加這個補助的預算 這個補助的預算 跟委包 因為不是我主政的事項 你可以建議嘛 可能要麻煩委員去 經濟委員會 對啊 但是我可以 你可以建議一下 這樣可以 有時候你算一算 至少 這種東西 你算了 但是不夠 好嗎 先做看看 先做看看 看不夠 不夠應該會更加 對啊 六百億其實老實講起來 是太少了 好啦 謝謝主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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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田委員 謝謝余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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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收了啦 我看你這樣很正常 沒打到 沒打到 要害怕死 來 我們下一位 質詢委員 是 核委員 嗯哼